各位您對不起 絕非有心言事所陳述的那樣 甚至於指稱我們把家暴當情趣 這絕對不是事實 首先我要代表一起發光 會最近所有的風波 引起的紛爭 及所有受傷的家人朋友們 造成大家心裡的不安和不便 鄭重地在這裡 向大家表示遺憾及歉意 這段時間 所有在媒體裡出現 對我和我太太 一起發光所有不實的指控 對我們的家庭 及教會造成重大的傷害 幾乎讓我們已經佔意不準 我必須承認 當我們在法告中引受神 卻要我們靜默 然而這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真的非常非常地煎熬 在演藝圈三十幾年 我一直自認 是一個盡心盡力 非常敬業 認真在崗位上努力的演員 那在婚姻當中 其實今天 其實今天 是我跟維林 結婚二十週年的週年紀念日 真的很對不起維林 本來我們是計劃去慶祝的 但想不到今天 我卻給她 是要一起來面對 這樣子的傷害 維林 對不起 我當然知道 我仍然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但在和太太相知相惜的 這一三十年來 我們彼此相愛 一起經歷婚姻中的高山低谷 一路扶著走到今日 和我們熟悉相處密切的朋友都知道 絕非有心言誓 所陳述的那樣 甚至於指稱 我們把家暴當情趣 這絕對不是事實 在認識基督信仰這十幾年來 我嚴格要求自己 正態行事 不虧欠別人 盡情努力 愛神服侍神 雖然我完全不明白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 在這一陣子的靜默禱告中 感謝主 讓我學習更加的拓潔向神道道 謝謝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